朋友们今天我们要去新房 去给房子做个保洁 我们那个玻璃不太好擦 因为是十几层的高层 然后还有一些乳胶漆的那个点 喷溅在上面了 所以呢我们找了一专业擦玻璃的 低面卫生的话就我们自己搞 然后顺便带一个美份计的色卡锅去 比对一下颜色 过几天该做美份了 今天又是忙碌的一天呀 大伟想来想去 还是想自己做美份 真服了你了 如果我们家那个美份啊 如果找工人的话 要花一千多块钱 那你给我不行吗 我自己累点累点呗 那你做好点做美观点 早饭简单吃点 家里剩了点条酥 充个牛奶燕麦 吃完早点我们又来新家了 专业的事要专业的人干 看看这灰大不大 尤其是这个上面的灰特别多 这个玻璃上面 都成这样了 看看我们的玻璃擦完了以后 干净透亮多了 大伟又把木地板擦了好几遍 客厅这边的家具 我们往其他屋子里搬了搬 现在这边看着 宽城多了 看看我们今天擦的玻璃成果 擦的都还挺干净的 今天专业的人拿这个吸尘器 把这个窗户缝里的灰也都吸了 然后这个窗台上落的那些水泥点也都缠掉了 今天这个价格是两个人一块擦 干了有半天的时间吧 就是在这小区旁边找的 这个是屋页给我们介绍的 三百块钱 我觉得价格还可以 因为这活儿确实挺脏挺累的 请问小妹自己呢 要不然干好久 而且还不一定能收拾得特别干净 尤其是后面那个窗户你知道吗 上面那个水泥灰特别多 小月看到楼下在干嘛吗 现在冬天可能水快结冰了 把池塘里的水放干净 我看鱼捞出来了 现在在擦池底的淤泥呢 大伟刚刚背上小包都准备走了 发现门口这块有点脏 怎么又清理上门口了 要么特别难看 你不知道吗 大门口是自己家的蒙面 一定要干净 装修完了慢慢收拾呗 我准备把咱们家门口也做个没份 你看这个份特深 发现了吗 咱们这个是一踢一户 以后门口也是自己的地方 还是收拾干净 咱们自己家 就平时自己脱脱扫扫之类的 都是咱们自己弄 这两千我们为这个美风机的颜色发愁了 一直选不出来 试了一下 有两款灰色都比较接近 到时候 这种 这个吧 你感觉呢 这有点发白了 那我们就选这个颜色了 这叫什么颜色 卡诺里 卡诺奶辉 现在试一下我们这个厨房墙面 这就是最浅的白色 怎么看上去还有点黑呢 还是不行是吧 到时候再买一个色卡吧 这里面的颜色不全 试试咱们卫生间 我们卫生间的这个墙砖比地砖颜色稍微重一点 这个灰呢 差不多 差不多可以 最近大为咨询这个美风 问了好几家 价格比较便宜的话 是18一平米 说这个地面的小格子 还得单价钱 然后美风机 如果我们自己买的话 光施工是10块钱一平米 算下来 等于说包工包料的话 是2000左右 然后我们自己买料 然后光施工的话 就得1500左右 所以大为后来想了想 自己花500买料 他自己做吧 这样能省1000多块钱 装修房子就是这样子 这里省点那里扣点 装完之后就会省一大笔钱 你知道吗 行那就把这个钱省了 到时候我给你打下手 自己买吧 我们现在就回去了 这个是剩的这个插板 拿回去一退